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共产党之前的真正中国人的传统的古人 孔子 老子 孟子 王羲之 苏世都是这些人 而这81人老外当中 20多人是法国人 28个人 德国人占10个 美国人占10个 大概是这样 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占了18个 他列出的书单里面的所有的 都是人性的概念 是生命的理念 在意大利 他提出了 他读过坦丁 提到了米开朗基罗 这都是对神的颂养 颂养者 在欧洲历史当中 人类的历史当中 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的人 那不是闹着玩的 你读懂了 你还愿意拿出来 作为自己的一种标 一种标志 那你就怎么看 所以我说的概念很简单 读懂了这112人的著作 明白这些人在干嘛 那他一定是更人性 BBC翻译了英国媒体 对习近平采访英国时的 大篇幅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欢迎习近平的国宴 王菲打扮瞩目 文章讲 泰晤士报 美日快报 地铁报 都以头版刊登了 凯特王菲穿的红色的晚礼服 而他所佩戴的头饰 是已故的王太后留下来的头冠 那就意味着给我的感触 就是说 这个孙子 大孙子可能有机会接任了 把他爹跳过去 那他爹呢 查尔斯王子呢 却没有出席晚宴 那媒体上解释呢 这是故意的一种抗议行为 原因就是在香港问题上 查尔斯形容1997年 回归交接仪式上 他见到的那些中共的官员 都不是正常人 全是蜡人 那当时是他去做的 这种交接的仪式 那当然作为查尔斯 自己不承认了 《泰晤士报》重点描述了 女王在国宴上的演说 那女王透过赞扬邓小平 提出的一国两制主张 提醒中国有责任 根据两国为1997年 政权交接所达成的协议 维护香港地位 所以很多人解读 这是女王在正式的国宴上 在正式的演讲上 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 在香港问题上 其实作为英国女王 她是不干政的 其实她完全可以不提这件事情 卫报说习近平访问英国的 首日正式行程中 成千上万的支持者 在临音道上 咬喊着夹道欢迎习近平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BBC的记者 在现场拍到的新闻 那这条新闻呢 放在BBC的网站上 应该说 我们说叫窝头翻了个个 献了大眼了 我早跟大家讲过 如果英国女王来到北京 走过残街 英国人拿着英国国旗说 哎呀女王太伟大了 你说她要不是西洋景 她要不是动物园才怪 但我相信 作为大陆的概念来讲 无所谓现眼不现眼 她根本就无所谓 因为所有的活都这么干过 所有的活都这么干过 我跟大家解释过 2002年大概 这个江泽民访问柏林的时候 把留学生弄过去了 几百人 一人管了一顿麦当劳 当时的留学生就值一顿麦当劳 后来江泽民到了德克萨斯 美国 那当时在休斯顿 去了30多个大坝 36个37个 没车上的大概有50多人了 一个人32美金 你就值那么多钱 然后他非常爱国 报道中讲说 当被问到他们来自于什么组织的时候 这些支持者大多都是知之乌乌 每当示威者试出展示横幅时 支持者们就会用他们巨大的条幅和国旗 把示威者挡住 那示威者的 那拿国旗的人是领馆 对吧 习近平一个月前访问美国的时候 带了48个人特级 带了48个从这个38军挑选的军人 来保护他自己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 给这些发旗的人 发这些国旗的人 就是对习近平不怀好意的人 挡住不让习近平看见真实的一面 就这么点事 对不对 欺骗国内老 国内普通的人 而这些人拿着旗子去干嘛的 你问他发多少钱 他肯定说我没收钱 你对我是个侮辱 高级动物以利益为先导 无所谓什么 对不对 无所谓什么叫真 无所谓什么叫假 而是高级动咔嚓 我站住就得了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这是真正的 就是中共体制之下 迫使中国人的行为 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如果是正常人的行为 人家问你骑着哪来的 你就不能说是店里买的 对不对 有几个中国人上店里买中国国旗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是正常人的行为 习近平上英国 你拿说习大的如何 为什么会有精神病行为 但却是认为非常正常 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 与高级动物行为之间的区别 不是我们的错 是共产党的错 共产党最狠就狠在 当我们在这个行为中 我们没认为是错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点 那英国女王在国宴上的演讲 这一点上对世界媒体的影响非常大 法广 英国女王及其他人向习近平发出了意见声音 他讲说虽然中国驻英国大使指习近平访英不是来辩论人权问题 我跟你说 他这么说 这个说法 对不对 人可能在国内认为这是很有很有力度 就跟在香港去逼着人家买东西 人家没买 把人家打死的概念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你别看他有文化 英 中共驻英国的大使那得有文化 一定是文化人 肯定不是农民 肯定不是农民 但他真不如农民 因为他连人恐怕都得画个问号了 你怎么能说这话 对不对 说如果跟习近平谈人权问题 就是对他的不尊重 但是英国传媒以制作短片显示中共差劲的人权记录 以及香港学生黄之锋为头版的大相片的拼图来批评 中国没有恪守在香港普选的承诺 甚至英国女王也在国宴上提醒习近平 要落实维持香港地位不变的责任 我觉得细节都不用讲了 就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情况 那与此同时在国内讨论比较多的 大陆游客到香港旅游不愿意购物 被欧身亡 引起了网民们的热议 那在热议当中呢 已经出现了 就是说号召大陆的朋友们不去香港买东西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概念 它是一环套一环的概念 对不对 你参加旅游团不用交钱 零的 我跟你说 不但在大陆有 在北美 在北美 在加拿大 多伦多 温哥华 这个美国的旧金山 纽约 只要有中国大陆来的 做导游的 开旅游团的 就有这东西 你正常人想一想 你能参加这样的旅游团吗 但你参加了 所以参加者是占便宜的 他白拉你可能吗 这东西是运作不了的 参加这样旅游团的人 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心理 然后 那他一定在吃饭上卡你 那我就见过 你说这顿饭 大家吃饭 15块钱饭费 实际 这个导游 只付给餐馆 7块钱 5块钱 卡掉你饭钱 卡掉你饭钱 你吃的肯定就不地道 那你一定是跟这个 导游有冲突 你都没给钱 还得管饭 你又不是动物 又不是宠物 那导游要从这拿钱 这是正常的 上车得给小费 现在就 卡卡 你必须给 恨不得抢你包 那你 那你不给他钱 他那个 这东西雷锋死多少年了 怎么能做雷锋呢 所以团员 参加这样团的人 是占便宜 那他 当你不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不敢 对不对 这不是香港独有的 这是整体的 这都是一些怪物的行为 怪物的东西在我眼睛里 所以呢 国内的宣传又变成了跟香港对立 这是我们今天 在我的眼睛里 这是一脉相承 参加这种 这种旅游团的人 把人家打死的人 摇旗呐喊的 在英国的土地上 美国土地上去欢迎中共党魁的人 说大屁股崛起的人 这个到机场占便宜的 都是一脉相通 这跟文化素养没关系 有影响 没有根本的关系 根本的关系 是摧毁了共产党 摧毁了中国人的 传统的精神的文化的东西 把自己当成高级动物 在全球范围内冲锋陷阵 而他内在的核心 是自己的利益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